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前一小阵子在温哥华车展的时候 唐大叔已经看到这个车了 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比较关注这个车 因为我一直觉得 吉普这个品牌 虽然原来车型里各个价位都有 但是指南者大家也发现 唐大叔一直没有特别的介绍 推荐或者怎么样 因为用唐大叔自己的话说 当时这款产品主要是为了给自由光铺路 当时大家都看好了 这个Compact SUV 就是小型城市SUV这几种叫法 这种车型 吉普也赶快想要进入这个市场 当时最开始就弄了指南者这款车 其实原来指南者有一点点像 原来出过的吉普的Liberty 或者到齐的Nitro那些 他们也蛮受欢迎 结果原来的把老的Compas出来 并没有那么受欢迎 我觉得从各方面 从设计上面还是有一些不足 结果倩度机出来一下子 其实倩度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大窃和木马人 其实倩度机销量是非常不错的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咱们再回到前面 对吧 和大窃一样 前脸刚刚讲过了 包括引擎盖这部分的设计 从这种城市SUV里讲 还是偏方一点 但是不是这种圆角这些 和大窃有一些项目 还有吉普的粗犷 另外这款车白色配的是个黑轮毂的 当然这轮子就很普通了 16寸轮毂的这么一个 其实全地形吧 它写的是Mod and Snow 也就是泥地和雪地也可以用的 但其实它全地形的一个215 然后16寸轮毂这么一个小轮胎 应该在278寸这样子吧 那侧面写着Compass跟原来一样 如果大家原来的Compass看到不多 有个地方可以马上告诉大家 新的和旧的什么不一样 当然从外观第一个能看出来 但第二个就是后面 原来的Compass后面的门 是这样子开的 一个门把在里面 手伸就这样开 马上能看出来 当然从造型上 大家一眼也能看出来 这是新的 那这些过来之后 唐大叔刚刚提了一下 车身侧面 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可以拍的 大家能看得很清楚 但是它这个是很有流线型的 这么过来的一个侧面车身 非常漂亮 当然尾灯这里 对吧 从这个角度看 也是非常漂亮 如果不同级变 那就会写 像这个就是Sport 如果有四驱 会写四乘四在左边 但这个是个两驱的 最最base 而且是个手牌挡 侧面这样视觉上看 唐大叔这么一眼看 大小上真的感觉比一般 刚刚提过的 直接竞争对手 本田丰田的 那个CRV RAFO 感觉上要大气一些 个头要大一些 一会我们里面仔细看 那唐大叔继续把引擎盖打开 跟大家过一过 这台车的一些标配的东西 我们看看这个四缸的 2.4升的multi-2引擎 顺便提到 如果是手动挡 就是一个6速手动挡的 如果自动挡 我当时就特别关注 是给不给9速 结果它证实的是给9速的 这个唐大叔确认过 里面大概是这样子 好 再来咱们打开 车一样一样看过来 门一打开 这一块当然是一个胶的 但这里有一点皮质的 平时手休息的地方 比较舒适 还是不错的 那再往上面级别 像这个还是硬速 就要再往上面级别 有皮包住的这种 比较舒适也是 这个没有自动投灯了 对吧 手动 但是都这种转的感觉 还是挺高大上 再来这款车标配 已经有蓝牙了 语音控制和蓝牙 这是蛮好的 Cruise Control标配的 这些东西都有了 再有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就是一触 One Touch Start 手动自动都是这样子 大家再次提醒 这家车是 所有配置都没有的 一个标配的 像裸车Sport 也说最便宜吧 说的直白点 再来这边 是个五寸的触屏 微流 听歌 听歌方式 对吧 还可以插USB 当然有蓝牙 你就知道 可能有手机听了 这可能现在 最主流的听口方式 这个五寸的 看上去和基本的 自由光一套系统 当然在更高级别上 上面就会有一些 当然8.4寸荧幕 然后有一些新的 Compass支持苹果的 Apple Play和Google Play 那个叫 对吧 车载系统那些 所以这个在18年以后 我相信这都叫U-Connect系统 它就会都升级那些了 再来前面有安全气囊 侧面有安全气囊 椅子上在这个位置 所以很好的保护 再来看看这个凳子 对吧 对吧 这个肯定是不已 那中间 stitching还是有点意思 这里如果用木马人 或者其他车的标准 这种应该是挺heavy duty 开了几年也不会说 那种花或者起什么东西 当然这个只有时间 能告诉大家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六速变速的 一个手动挡 如果自动挡就九速 也可以用自动 这个手动模式的自动挡的话 对吧 是这样子的 这个车呢 看上去比较高端一点 它用了这种电子的脚刹 这个呢 防滑的可以关掉 如果想玩飘移的话 再来看看这个空间怎么样 比较标准的 比较标准就没什么 那说到空间呢 这台车呢 外面看确实是 我感觉看上去蛮大的 比一些竞争对手甚至是大 坐在里面呢 咱们来看看 唐大叔呢 1米73 头顶空间 挺不错的 那 视角呢 现在看下来 因为我现在车斜起来了 不然的话还是不错的 对吧 因为这里低一点 这里呢 平一点SUV的感觉 从空间上啊 真的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不是说超大 像全大小的SUV一样 但是呢 也不是很小 前面两个座位 应该是还挺舒服 那再来这个扶手呢 嗯 没错 也是可以前后移动的这种 但是呢 前面移动的话呀 前面移动的话呢 你这里就不能打开了 这主要放手比较舒服 但是呢 把它移开之后呢 这里其实是挺好的 和女朋友牵牵手 和男朋友牵牵手挺好的 再来呢 咱们来到后面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像这种车的定位肯定是小家庭啊 或者小伙伴们呢 对吧 求学阶段呢 或者是说 呃 本来是想买车的 但是有这个价位 SUV大家知道都一般比车会贵一点 但如果说同样价位 同样性的安全性更好的话 干嘛不买一个SUV呢 空间更好 油耗都一样的 对吧 啊 后面就是 我觉得 能感觉出来 呃 舒服 你看这个头顶空间 对吧 扶手这些东西 哎 这个 这后面坐着真的蛮舒服 前面呢 对吧 还可以 但后面挺舒服 特别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可以从这里看 这有个角度 对吧 慢慢的 头顶空间真的不错 呃 坐两个人 对吧 整台座坐四个人 或者后面坐两个人 应该是相当舒适的 三个人呢 对吧 可以 但是因为头顶高度的关系 那就算三个人呢 应该也还可以 不会像有一些车 中间坐的人要弯着那种 哎 不错 舒适度也不错 这个椅子舒适度也蛮好的 角度各方面 我看看这个车 有没有的条呢 那 这个是没有条的角度 但是角度 嗯 挺舒服的 那另外呢 后面呢 唐大叔看到这里 那 也是可以插一个USB的 现在的车呢 很注重这一块 对吧 可以充电呢 可以看一些东西 还是挺重要 那再来咱们看看这里 哈哈 这是一个新车啊 有些贴纸 还没撕掉 但是没关系 啊 我已经发现一个小彩蛋了 发现一个小彩蛋 对吧 吉辅大家是很喜欢 have fun的 这个看上去像个小蛇嘛 唐大叔没有细研究啊 懂得朋友可以指证一下 那看看后面空间 那首先呢 小家庭 对吧 最多三个婴儿座椅 可以用 空间来讲呢 啊 有SUV的使用 因为它高 对吧 但是呢 不是说超级超级夸张的 这个高度 放这种行李箱呢 如果把椅子放平到放蛮多 不然这样子的话 可能小箱子可以放好几个 有没有更直观的办法 给大家看看 啊 好爽了 怎么样 可以藏一个人在后面 没有超级大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车 反复说了 就是比较小车 那比起小车的 随弹也好 库备也好 两门四门 这个绝对有SUV的优势 这台车呢 是一个四缸 2.4的 Tiger Shark 那个Multi Air的引擎 这个Multi Air呢 Tiger Shark这个引擎呢 其实简单说 就是说更多动力 更好的油耗 那 比一般的这种四缸的呢 理论上会更好一点 当然这个车呢 在自由光 Cherokee上面也用的这个 可以的 四缸 小这样子 对吧 特别手动挡 你自己可以控制这块开的速度 这种感觉 没有推背感 还是那句话 但是呢 动力绝对够了 对吧 来到停车场这边呢 试试转向啊 各方面 初步感觉是非常好的 非常的有吉普 这种灵活的感觉 对吧 那我们去路上看看转个转个弯怎么样 好 试试看 转完半径 当然呢 比不了两门的木马人 但是呢 还是不错的 今天呢 跟大家来简单看看这个车 对吧 这一台车 它没有四驱 就是Sport 然后价位摆在这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 本来想选择小车的替代品 因为它SUV的实用和安全性 视觉高度 开久了 没那么累 这些优势都有了 一直在关注这个车 对吧 我觉得甜缺一个空白 那它和这个自由光的最大区别呢 说老实话 就是一个另外的小V6引擎选项 第一 第二的话 风格上给你个选择 如果你喜欢迷你版的大切呢 那就是新的指南者 如果有些人喜欢那种流线型的自由光 自由光也是声音喊得挺大的 对吧 我不是小切诺基这样子 它有自己的风格 我也挺喜欢的 特别是V6引擎 那这个是选不了 其他配置呢 如果选到上面 基本上两个都比较类似 所以呢 吉普还是想尽量 在这个有点重叠的 对吧 这个城市SUV中间找一个区分 那如果还没订阅唐大叔频道 那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那记得点赞 如果你朋友正在关注 这些吉普新款车呢 或者是这个价位的也好 或者这个定位的也好 那都可以联系唐大叔 看车买车 支持一下业务 那广告话呢 就不多说了 好的好的 非常高兴 今天呢 终于做了第一个 这个新的指南者的视频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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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